今天是815是日本战败日 在中日关系上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今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禁国神社共放了香火钱 这两天还有个别的内阁成员前往参拜禁国神社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禁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 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 共奉有二战甲级战犯 日本正要设禁国神社消极动向 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 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表达严正立场 今天是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77周年的日子 77年前 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 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和法西斯主义 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 光明战胜黑暗 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 这一伟大胜利 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和人类正义事业的史册上 正是历史深刻反省 是战后日本得以同亚洲邻国 恢复发展正常关系的必要前提 一段时间以来 日本一些政治人物 频频以各种方式 歪曲 美化侵略历史 公然违背明确规定 把台湾归还中国的开罗宣言 等重要法律文件 这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 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 一切爱好和平 主张正义的人们 不会答应 开历史倒车者 必将再次走入歧途 日本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才能找到自身的正确位置 中方敦促日方 认真汲取历史教训 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 避免进一步 失信于亚洲邻国 和国际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